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我们上三个小时 那中间的下课 我可能只下课一次 压缩一点时间 除了这个上一次的全球化 国际贸易之外 还要再讲上公共财和外国性 所以时间稍微挤一点点 我们上次最后 讲到说全球化的原因之一是因为 1979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使得中国这一块原来不是市场经济 变成市场经济 然后1989年柏林卫像倒塌 使得中东欧原来不是市场经济 现在变成什么 所以这叫做板块连结 那这样的趋势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你就非得适应它 有些事情不是你喜欢不喜欢 所以我拒绝全球化 但我们没这个本钱 台湾那么小 美国可以说 这个门罗主义 关起门来自己玩 台湾没办法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板块连结 最连结最大的就是中国 所以台湾和那边是麻烦的 就是一方面我们拒绝不了全球化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迎接人的话 第一个面对的 你不能说迎接的 第一个面对的就是中国大陆那个板块 那我们之间又有恩怨情仇 所以这是台湾非常 不幸运的地方 但你换个角度来讲 我们也算是幸运 至少我们邻居不像北韩 如果我们的邻居像北韩 金小胖 那今天我们可能更麻烦一点 那边是疯子一样 所以这是有利有弊 Anyway 板块形成之后 整个市场就连起来 所以它可以从市场面看 也可以从工厂面看 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事情 尤其现在产业 越来越多的科技产业 所以你从市场面看 它是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如果从工厂面看 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的工厂 等到它科技发展慢慢慢慢成熟 那中国大陆又是一个很大的研发基地 如果你从历史的恩怨性的看 那个地方就不是个东西 所以复杂的 这个不是 其实不是我们一堂课所能够讲得完的 不是一门课所能够讲得完的 甚至不是一个教授 终其一生能够处理的东西 这是一个复杂的 可是你大概有一点 要有一点基本观念 这是躲不掉的事情 然后那个地方呢 既是市场又是工厂 可能也牵制到研发基地 那你怎么办 然后你只好面对它 不能够拒绝它 所以你怎么办 你要在这个限制之下去做你的 取舍 那全球化有它的负面 的冲击 那是必然的 如果全球化没有负面冲击 就不会有那么多全 全世界各地的抗议全球化 其实他们面对问题跟我们一样 他们面对全球化拒绝不了 那只好抗议啊 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也面对全球化拒绝不了 所以我们我们有些时候也在反弹呢 也在抗议 所以我自己的态度是这样的 就是 基本上你既然有一个挑战 你是躲续不了 那你就勇敢的面对它 但是呢 你对于面对它 所可能遇到的risk concerns 就是风险面 你要多一些评估和想象 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子 也许你的家庭 有老爸老妈的奇怪的压力等等 你就闪不掉 你没办法选啊 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子过过来的 国家也是一样 这是 所以你就勇敢的面对它 对risk concerns 多一点 努力 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你的态度啊 是要 我把它叫做 人也没写 我把它叫做 积极的保守主义 pro-active conservatism 什么叫pro-active conservatism 讲个笑话 我要讲它口即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或者你啊是口即 我没有继续你的意思 因为是笑话 他说有一个口即的人啊 去当那个销售员 当sales 结果销售冠军 圣经的销售员 他居然销售冠军 结果那他所有的同侪都搞不懂为什么 那你这个话都结结巴巴讲不清楚 口即 你怎么会推销圣经是冠军呢 所以推销员是口即 你就知道他有多弱势 他在这个行业有多弱势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有这个人就说 我 我 就跟 对 对方说 你不 不 不 不买 没 没关 没关系 我一个 一个字 一个字 念 念给你 你 人家吓得立刻买 你好好的不要这样 我立刻买 对你有什么奇怪的本事啊 你自己不知道的 所以 我是不知道 当然是小胖 我不知道有什么人能够能够把自己的那些缺点 如此的 包装 所以 像那个 四年前 五年前的太阳花学令 他有一些背景 那一些背景呢 基本上是 台湾跟中国大陆接触之后 有种种的 负面因子 所以他不希望 ECFA或者是将来的 服务 再加深这个 负面的 冲击吧 差不多背景 是这样的 负面冲击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前几天讲的 呃 我们的薪资啊 大概二十年 没有涨 这薪资二十年没有涨 跟中国大陆有没有关系啊 我不能说它没有关系 大概是有关系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们上次讲供应先讲的 sector price Equalization 对于同等的工资 对于同职的工资 工人 同职的工人 他们的薪水 台湾的负责 跟中国大陆一样 那因为中国大陆人工 所以有一些 那个 工资慢慢就被拉平了 当然这个故事 不完全是一样 因为台湾的公司被拉平 是因为有一大堆的工厂 他把工厂从台湾移到中国大陆 因为那边便宜嘛 所以他那种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比原来文件上讲的说 因为交易商品 而使得生产要素的报酬去离制 这不一样 因为交易商品 而拉平生产要素的报酬 是一种 一种过程 但是你把工厂直接移到中国大陆 那是更直接 为什么更直接呢 因为我原来讲过是台湾 曾经大概15年前是 全世界首级电脑 99%的带工所 如果那些工厂都在台湾的话 那这些带工厂就要聘一大堆的工人 所以我们的labor demand 就是比较强 我们的labor demand 强工资就会高了 对不对 labor demand 是比较强 比较多工资就越高了 当然这些工厂移到中国大陆 那些工厂就不要拼人了 所以人保电脑在台湾没有任何一家工厂 人保和广达 是两家全世界最大的电脑 带工厂手机电脑 所以他们把工厂移到中国大陆之后 就没有任何的工厂在台湾 因为没有任何工厂在台湾 他们就不需要拼任何劳工厂 因此他们的labor demand 就往左下方移 因为那个labor demand 往左下方移 均衡的工资就一定下降了 所以你说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因素 是啊 那怎么个试法呢 就是这些工厂 改成台湾接单 中国生产 它单还是广达还有人好在台湾之内 但是生产在中国大陆 因此那个接单 就算手机电脑的需求不断增加 或者现在iPad iPhone 就算需求不断增加 它对台湾的劳工市场没有影响 因为接的单啊 就是需求不断增加 就是iPad或者手机电脑需求不断增加 就是订单不断增加 但订单不断增加 只是让中国大陆的劳动需求不断增加 而不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台湾的工资就是不会涨 所以我们的GDP在涨 工资不会涨 很大一通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定单不断增加 使得人好电脑的台领阶级 薪水不断增加 可是 蓝领阶级就是 就是没有需求啊 所以那跟 对岸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单纯的说 那这样子的努力要跟对岸交 那没有办法 你拦不住 不让那个大磁铁吃 所以使得我们的薪水 几十年没有涨 因此我就 不要跟它来往 你就是下令通它来往 你也没有办法 禁止它当跟它来往 所以有一些趋势是改不了的 那它怎么办呢 那我们我们几两三周前讲到说 有一个办法就是 逃避那个sector price equalization 怎么个逃避法呢 就是你的产业要不断的升级 你台湾产业不断升级 你的老婆 你都不是中国大陆的老婆 你是某一种高技术老婆 那因此它就不会被西的 被中国大陆西的 金字没长 我们就举个例子 我们不是说板块连结之后 有一块是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也在讲 有一块是东欧吗 中欧吗 所以东欧中欧够够大 够大啊 那东欧中欧旁边就有一个国家叫瑞士啊 你以为经过瑞士薪资下跌 二十年薪资没有 没有吧 是不是 瑞士是全世界薪资最高的地方 有一次我就餐厅吃饭 叫了菜 叫了菜以后就忘了叫白饭 还有一个饭 然后就叫一碗白饭 五年 对 一碗白饭 等下来差不多是一百六十块 一碗白饭 这地方薪资高不高 高得要命 所以 为什么瑞士 不会被中东欧的赶快开放 而让他的工资拉低 因为瑞士的工人 就不是东欧的工人 他们的技术含量 他们的产业结构 就跟中东欧 新开放的什么 中亚利结构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把你的国家 翻身 从台湾翻成瑞士的话 你就不太会受那个反派连结 的冲击 但你如果翻得不很成功 你还是跟它有一点 类似你这产业没有升级的话 那你就会被它影响很大 所以唯一逃避掉这个全球化的影响 就是你和国家 别的国家 不一样 好 你如果看看 中国大陆的情况 就是它从1990年 如果我们把右边这个专点看作市场 左边那个专点看作研发 到1990年呢 1989年它大概只是个市场 到了1999年 它大概已经算是全世界最大的工厂 到了差不多2000年到现在 它不但是有一些产业是市场 那市场当然还在 有一些产业呢 它是工厂 它也有很多产业研发到了 相当 它把它研发 所以它不断地往前推了 所以也是因为如此 它还有一点点能耐 去跟美国喊 这个 Made in China 2025 所以我要在 持着重要的科技产业 跟那个老美去竞争 所以它往不断地 因为它大 人又多 那个 人多只有一个好处 就是人多 那个极端极 就会很极端 对它聪明的人 是很容易发现极为聪明的人 那极为聪明的人要去研发上面往上推过 比那个不太聪明的人要容易 所以它偶尔就会有一些非常 非常厉害的人 但是客观上来讲 这个习近平说 习近平在2015年说 他要在Made in China 2025 10个产业 跟美国去拼 我认为是很笨 1992年 邓卡廷来巡的时候 说 因为他好像刚去美国访问过一趟 1992年 记得了 1992年 1992年 他来巡的时候 他去美国访问一趟 他回来说 中国他在涛光养会 十年 不是 涛光养会一阵子 他没有说多久 所以涛光养会就是 陈浅 不要说大话 那习近平就说 他在2015年说我要 等于说我要丢老美一平高下 我认为他早讲了 至少早讲了十年 他还完全没这个本事 所以他大概只是 我刚刚说 他非常 他研发上的也非常领先 他再做十年了 他大概才有统统到这里 阿玛丽甘劳在这里 所以你要跟那个阿玛丽甘劳竞争 你可能要到非常非常 拼 你工研发 非常重要领先的地步 你才能够跟他竞争 你实力不够的时候 说我要跟你拼了 那就只有 一种下场 那其实蛮蠢的 所以全球化最难处理的 就是老故随的问题 好后面 这个星期最后一个 Lecture 就是要讲到 政府和市场 那什么时候 政府可以介入市场 我们曾经讲过说 什么叫做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最 最 正确的字就是 他把国家主导 慢慢推向市场主导 原来是 什么又是国家管 然后后来变成市场 这是最精准的字 它原来是国家管到什么地步呢 其实你们年轻人啊 或者我认为台湾几乎所有的人 最需要恶魔的 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你们对共产党的了解 几乎是零 那你要 你要去了解这个 这个大 这个怪物 你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怪物 跟怪物共存的 不容易的 所以中国大陆是从1949年 毛泽东开始掌权了 一直到197几年 他死掉 1976年 1979年 才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文革才正式结束 所以1949年到1979年 这是30年 中国大陆是 乱七八糟 是乱七八糟 他怎么跟乱七八糟的法呢 他曾经有这个 菩提改革的斗争 这个普改斗争 死200万人 这是保守估计 这是毛泽东自己的估计 那是不是保守估计 应该是什么法 他说死200万人 那死200万人 就把地主文斗光杀光 那怎么个斗光杀光 反正是从有冤案 错案 报酬什么都有 那大部分的人是被拖出去游街 斗争啊 斗争啊 有的人是关到监狱里面 受不了苦就是杀死了 一跪200万人 台湾就 假设台湾2,200万人的话 就跑掉了11分之一 很恐怖的 就是200万人 然后 我说它是集体控制的一个体系 最明显就是 大跃进 和这个 图法列上 什么叫大跃进呢 毛泽东说好 毛泽东说 耕田啊 要密耕 密集的密 所以本来说 假设一个 一公尺一公尺的平方 大家插量 就比如说插九天羊 假设 他说这样子不密 中间不是空子吗 要多密 所以那个 那个地方官员的农民 就被迫 去插很密的羊 插很密的羊 那个羊就逃不了 他说你插两倍的羊 会就两倍的盗座 那如果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些农民 以先年代 这是白痴 但是没有人敢反送 所以大家就密插 然后密插说 说 说产量就会增加 增加到什么地步呢 他还创入了口号 就是说 胆量有多大 产量就会增加多大 产量跟胆量有关系 也没有人敢反送他 然后大家为了众神 他就不断的抱 说 哎呀 这个湖南这什么地方啊 产量今年要增加几倍 广东的哪里呢 产量应该有全部的网上报 因为网上报 所以他要跟中央说 假设税收是抽15% 那假设原来估计100万 你只要抽15万 我说因为要加倍 就变200万 我想缴30万的粮上去 但那个地方 都没有30万的粮 所以他硬抽了30万粮 缴上去 那个老百姓就饿死了 饿死多少人呢 6000万的 这就是保守公司 饿死6000万的 然后 只要有 不同的意见 就对到 你要一言以蔽之 谣述毛泽东这个人 反正我也不敢去讲道 我认为他是 王军武艺的 就是一个病态道 以斗争为喜乐的 王军武艺的 王军武艺的 然后这个 死了这个要外人 反正斗这个 他的书子战友 就跟他斗光了 洪德怀了 什么灵彪了 一个个给他斗光了 斗死的 我想差不多整理起来的 两大方向 第一个 用请机会主义 第二个叫左请赵郡主义 反正你怎么样都不对 他永远 直接一步搞下来 最后一步搞到文哲 文哲因为要斗掉 一群人 所以就发动学生 学生去 把各个 所有的地方官员 几乎全部都斗 包括那个赵紫阳 赵紫阳是 那个时候是 我记得是广东神尾书记 照样可以斗 广东神尾书记 就等于广东神掌 哇 神掌 一样一个学生抓去修理 然后就 最后反正你 所以他三十年来 几乎是原地踏步 甚至在倒退 那这样一个经济 后来才开始开放 到了1979年之后才开始开放 所以 他1979年开放之后 到现在的四十年了 确实应付了很坏 但是我不认为是叫做 中国大陆体制有什么优越的体制 我很认为反而是证明了 他的烂倒基地 因为如果不是前面三十年都乱倒 他的进步该及早三十年 不是吗 哪有一个国家可以饿死六千万人 这什么国家 所以他因为他乱倒 所以他把他的经济发展迟晚三十年 就像你如果 你爸妈跟你饿肚子 从小二到五岁 然后你五岁之后 可以比你万十正常营养 你当然会长得特别高 从五岁开始 我成长率超高 为什么五岁开始成长率超高 因为从零岁到五岁 你都可以长 所以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 在那个政府该管 还是市场该管 这个争变中间 我们现在要讲就是说 市场为主 那政府呢 尽量不管 在某些情况上才管 但是在中国大陆 是完全不一样 北京大陆 改革开放的初期 1979年的时候 因为已经斗了三十年 所以大家对于那个 斗争都习惯了 所以只要你稍微往市场走 就算是又请机会主义 所以每一个人呢 包括掌权的邓小朋友 都不敢 就是大胆地往市场走 比如说 有一个人 他聘了七个人 帮他做一个小的生意 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 要到中央政治主义做这个 诶 聘七个人 你清大了 随便餐厅 都聘不止七个人 就聘七个人 就叫做资本主义 那叫做资本主义 又请机会主义 要被动 所以聘七个人 这件事情 要照紫阳拍板 才变成括号 可以 原来就是不可以 那你看现在到了马云 到那个郭台铭 郭台铭的员工 有100万人 到了这个地步 那你看看 从1979年到现在 经过多少的 直播腾 才能够慢慢慢慢 把市场放开放 所以那个地方 是一个以政治为主 以市场 极为智慧磨叽的地方 那所有的欧美社会呢 大概是以市场为主 然后政治是极为例外的地方 所以你要把它区分清楚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一个市场为主 然后那个政府的手介入 是极为例外 可是你要了解这个传统 为什么西方这么注重市场 这当然是经济学最基本的特点 那这个经济学最基本的特点 那这个最低 经济学最基本的特点就是 alentness 所以今天讲的东西呢 alentness的核心问数 基本上他说市场是好的 怎么个好法呢 他说市场经济就会达到 correctal efficiency 这是他的核心论 市场经济会达到 correctal efficiency 那为了要说明什么叫 correctal efficiency 要先搞什么 correctal improvement 什么叫correctal improvement 如果有某一种资源分配的状态 能做 对应的资源分配状态 我们能够做某种重分配 在不使人受诊的前提下 改善有部分人的服务 那这种重分配 就叫做correctal improvement 所以我现在撒了一笔钱 一万个工板 在这个教室里面 你每个人就拿到了 几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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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大家都是自私的 所以你都希望钱越多越好 越少越不好 所以我撒出去的任何一个状态 都没有办法再做 特别是这个有多数 因为我没有办法在 不顺及某些人的情况之下 增加别人的福利 懂吗 所以我撒了一笔 一万个块在这个教室里面 不论是谁撒到 最后的那个状态 都是peritual efficiency 因为没有办法再做 peritual improvement 可以吗 但现在感觉不是 我现在不是撒 一万的铜板 我是撒了一万根烟 那有人就撒到了二十分 有人就撒到了一百分 等等 好像滑航双鼠一样 每个人就爬到一大堆烟 但是因为有人不抽烟 所以呢 就可能在不损及某些人的情况之下 改善一些其他人 比如说全班主就一卡抽烟 那因此呢 他就在那上面 你不抽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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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个人把烟给他 那因为你本来不抽烟 所以你给他 并没有损及你的福祉 对不对 但是那一大堆呢 就爽逼了 这叫做peritual improvement ok 所以撒烟 就很可能会有peritual improvement 的空间 烟的那个分数状态 就有可能有peritual improvement 那铜板更多 那也许有些情况就是 我撒了一堆苹果香蕉 结果有的人拿到苹果 有的人拿到香蕉 有的人拿到苹果香蕉 但拿到苹果的人也许想吃香蕉 拿到香蕉的人也许想吃苹果 他们就换一下 这也是peritual improvement ok 所以什么样peritual improvement 就是某一个资源分配状态 我把它重新分配一下 能够使得没有人受损 每个人都得利 或者有一部分的人得利 这叫做peritual improvement peritual improvement 就是接大欢喜的意思 能够做peritual improvement 就是让这边的人 接大欢喜 没有人不欢喜 为之peritual improvement 如果那个资源分配状态 是再也能够做peritual improvement 那就是peritual efficiency 所以我刚讲了 撒一把钱全班 任何人只要 假如我们每个人都爱钱 那拿到钱 你要把他拿出一份一毫 他就会动 那因此你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不损迹任何人的情况之下 改善其他人 那那个状态就是peritual modification 所以我们这边的例子说 假是肉食的手中有菜 也是素食的手中有肉 两个人互换这个peritual improvement 那如果假有肉也有菜 他就没有办法 更新分配而使得 任何一个人更好 那那个peritual improvement 好 这应该清楚了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